感受生活 品味文化 这里是文化时分 大家好 我是殷琪 今天的节目里 我将与您一起分享和感受文化的魅力 首先让我们来梳理近期的文化热点 第36届大众电影百花奖28号在武汉开幕 本届百花奖以花开江城 光影未来为主题 在为期三天的时间里 集中推出百花奖论坛 国产影片展 艺术家下基层 颁奖典礼 即闭幕式等主体活动 今年是大众电影百花奖创立60周年 长津福 首岛人 您好李幻英 悬崖之上等11部影片 获得了9个单项奖的提名 由101名观众组成的第36届大众电影百花奖中平评选委员会 将在30号评选出本届百花奖各项获奖者 近日 2022年中国文联文艺志愿服务工作会 及新时代文明实践文艺志愿服务工作部署推广会在今召开 自2019年10月 中国文联确立了首批文艺静万家健康你我他 新时代文明实践文艺志愿服务试点后 选择北京 河北 内蒙古 山东 河南 湖北 新疆扩大试点 深入基层一线开展文艺宣讲 文艺演出 文艺培训 文艺展示等服务活动 创新开展活动2万余场 新增注册文艺志愿者人数24373人 《剑上艺》是20世纪油画中国学派的重要开创者之一 他学习借鉴西方绘画技巧和艺术理念 扎根中国传统 汲取文化养料 开创的中国油画新古典主义风格影响深远 如今以88岁高龄的他依然坚持创作 每天画画 读书 看报 散步 充实而甜淡 今天的节目让我们一起来聆听 靳先生对艺术人生的感悟与分享 每天在两个小时吗 没有 没有 这个小时 这个您出房是吗 嗯 平常您看书啊 读报啊 都是在这啊 对 对 我每天都要看报 参考消息 北京晚报 还有文艺报和中国艺术报 这些 每天看这么多报纸 每天半天阅读 半天作画 是靳先生雷打不动的安排 这个题目就是走出边条 走出边条 因为我到凤凰去了一趟 这都有资料了 所以每次创作的时候您都是要到这个当地去采风 跨那个拔大山人 对 我就去了南昌 南昌他晚年在南昌郊区的青云谷出家了 我六十年代去的时候很有意思 零几年创作的时候又去了一趟已经变化很多了 这是我画的图 对 这是图 搞南面画 下面为什么冰了 这画它冰车型的依据 冰车型 塔吉克新娘 这幅油画创作于1983年 作品运用了强明暗的处理 轮廓明确 色彩单纯强烈 表现了一位羞涩含蓄典雅田径的新疆妇女 被誉为中国新古典主义油画 开山之作 一张画的好坏就这三种因素 结构就是构图 色彩 造型 三个都要很完美 那么不管什么题材 多人物的创作 这个景物风景 肖像等等 它的标准就是这 三条 2021年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开播的百集特别节目 美术经典中的党史 选取了晋商艺的两幅作品 宋别和瞿秋白 创作于1959年的油画宋别 以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 从余都出发 开始长征这一历史事件为背景 生动地在线了 红军长征出发前 和余都百姓一一惜别的场景 在这幅画中 晋商艺采用了高试点多人物的构图方式 通过巧妙的设计 使得画面在人物搓杂交之下 兼具完整性与有序性 当时有一个歌叫石宋红军 这个歌很好听 我就根据这个来画的这个画 体现着我们的共产党和游击队 对这个战争如何处理 如何打游击 这样一种方式和精神 瞿秋白创作于1984年 记录了中国共产党早期重要领导人 瞿秋白生命的最后时刻 晋商艺并没有选择 绚人主人公临行就义时 顶天立地的英雄人物形象 而是把瞿秋白设置于 青灰色的牢狱墙壁背景中 看似空旷的背景 实则是画家着力描绘的空间 用他在监狱中对他医生的回顾 这样一个角度来表现革命者和英雄人物 处理手法表达的技巧等等 跟以前都不一样了 我是用一种古典的办法来画的 1949年15岁的晋商艺 考入中央美院前身 国立北平艺术专科学校 当时的国立北平艺专 聚集了齐白石 徐悲鸿 李克燃等一批名家大家 在这样的环境中 晋商艺开启了自己的绘画人生 校长徐悲鸿的一个举动 更是给年轻的晋商艺 打下了深深的烙印 当时画完一个石膏头像 那么科代表就摆出来了 把我的那摆在前头了 但是徐悲鸿来了 把我摆在后头了 把后头一个摆在前头了 这就是绘画好坏的标准问题 这个对我影响很大 我就知道什么画是好的 什么画不好 我就知道了我的缺点了 对我的艺术的成长 判断好坏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当时的国立北平艺专的学生们 从未见过真正的油画原作 直至1954年 晋商艺才第一次近距离看到 俄罗斯油画 1954年 北京展览馆 当时叫苏联展览馆建成 有一个大规模的油画展 那是我们第一次见到油画 这次展览让晋商艺记住了 一位画家的名字和他的作品 他叫马克西莫夫 不久之后 在文化部门的组织下 马克西莫夫油画训练班正式开课 晋商艺等19位 被认为有培养前途的画家 经过严格选拔 进入了这个培训班 油画训练班 它有油画课 有素描课 还有创作 创作画了两个 画了一个肖像创作 画了一个多人物创作 我画的是登山的 这就结束了 这个呢 也就是对于油画的 几个品种的标准 全知道 晋商艺担任过 14年中央美术学院院长 十年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席 回顾自己的人生创作历程 晋先生说 练好基本功是一位画家 成功的前提 基本功好了是最重要的 基础和修养 这是根本的 基础好了 它有画的格调高 它的整个艺术修养比较好 那这个人将来 肯定很好 晋商艺曾说 自己一生最热爱的两件事 便是艺术和教学 茂迪之年的他 依然初心未改 通过晋商艺艺术基金会 扶持青年艺术人才 他竟与年轻一代 无论社会状况如何 仍应该沉下心来 认认真真做学问 这是最简单的道理 今天节目就是这样 感谢您的收看 下周我们继续相约 文化时分